0403花蓮大地震迄今已經第四天了 現在記者位在花蓮沙卡丹的山腳下 我們可以看到在搜救的同時 當地居民也努力的恢復正常的生活 那記者背後這一間紀念品店 剛才老闆受訪的表示說 其實店內有許多的飾品是因為這次地震而摔碎了 就連放飾品的玻璃櫃也都裂開來 這次損失是非常嚴重的 不過老闆也說 鎖幸當時他人不在店內所以人是沒有受傷的 第一天來那個地震的時候還不敢全部打開 還怕停電還這樣看 哇 像炸彈 我們已經算很好了在這邊 裡面更長了 對不對 我們還算很好了 我把這些頭都不斷這樣 這些石頭那麼多大 我為了還不敢牽涼 還不敢牽涼 同時在倒塌的天王新大樓 附近的菜市場攤辦老闆受訪的時候也說 自己在花蓮土生土長七十幾年 從來沒有遇過這麼大的地震 那過去花蓮人被說是最不怕地震的一群人 那現在從此就會害怕了 現在只要一有餘震他們都很緊張 更說現在回想到地震當下腳都軟了 我都想起那一天的地震的瞬間 我現在腳要讓它 還會發動 真的 華蓮人不怕地震 騙人 這一次都改變了 終於領悟到 我底下有連那個 silicon啊 嗯 結果那個silicon都被它扯開了 嗯 欸 那時候是拉出這個 蛤 那時候是拉出 那時候示範 喔喔喔喔喔喔 你說 那時候示範 這樣 就那一天是怎麼樣 就這樣咬啊 這樣咬啊 對啊 辛苦了 不會不會不會 聽完 Cobb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